你 我是不是要請你吃一頓飯嗎 不用 但你可以 給我當一次人體模特 說不定我會花得更好 你來找我這麼多次 就是為了這個啊 我會把我放在一起 用來擦一下 你會把我放在一起 就給我家買的 感覺很快 我會給你一個小招數 我會把你的 studen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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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么晚了 你不睡觉啊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在这儿 我可给你妈妈打电话了 那你呢 你每天都去哪里了 我什么去哪儿了 我每天都在家干活啊 我都没有离开过小区 确实 你确实没有离开过小区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有点好奇 你到口的烧鸡真的那么好吃吗 真的跟传说中一样像啊 我那是看你睡午觉怕打扰到你 没事 我理解 所以 我们能不能就像现在这样 互不打扰 你说好不好 我 阿姨 你 我累了 有点想睡觉 这个点啊 你也回去休息吧 晚安 来 你几点收工 晚点还便进 晚安 阿姨 早啊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 炒了两个素菜 包个汤 最近天气太热了 我都上火了 要不然 来 咱们包一个吃火的汤呗 您今天什么时候出去啊 我以后再也不去了 不去了 不去了 那还挺可惜的 你真不去了 我今天要去 你能替我保命吗 你能替我保命吗 看着也挺温和的 你说 来大城市打工 好不容易能遇到一个 能聊得来的知己 也挺不容易的 不然一个人 得多孤单 我妈吧 她呀 就是太敏感 有点神经质 是 我天天被关在家里 又无聊 所以呢 就出去找了个兼职 交交小朋友画画什么的 就在一个画室 有的时候呢 画得太认真了 就过点了 回家不就晚了吗 所以说 我们两个人呢 就要互相体谅 这点小事 就不用劳烦我妈了 阿姨你说是吧 对 对 对